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处干之南 越之北 因远看向鸭子而得名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2.6% 空气 水和土壤环境的质量 均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 放眼鸭山 林申树密 苍翠玉滴 河畔相绸 A多村 七彩生态 四锦绣 仿似梦回纯真岁月 A多乡村吊桥是跨越峡谷的大长桥 长约50米 有绳索固定 行走时有摇晃感 能充分体验到它带来的刺激感 今天继续跟着我们的大部队 来到了赣州压山 这一座就是滴拉桥 走在这上面 还是有那么一点摇晃 不要尽力摇哦 还好我们人数不多 桥的围栏上面还挂着很多许愿牌 这一位是使徒馆的创作人之一 韩晓勇 大家好 这一座座小房子啊 都是民宿 田园的那种风格 这一个小平台还是不错的 纯木制的桌子 凳子 房子的外面呢 就可以种一些蔬菜 非常的原生态 这个景区主要是以休闲度假为主 所以下面是有很多娱乐项目 OK 铺好了 OK 铺啊 铺啊 哇 哇塞 满嘴沙子 哇塞 OK 速度好快啊 这里有一个放弓箭的项目 等一下来体验一下 坐了滑梯下来之后 我们就来到弓箭射击场体验射击 哎 不错 摄中耳朵了 拍一下吧 拉到你的下不是 拉到你的下 因为你的眼睛到手这里的距离 差好是这个 你摆开一下让它刺到一下 还是对 在有着丰富经验的同伴指导下 我也很快上手 拉了两把弓箭 竟然还真的能够射中箭吧 还是多亏了同伴的有效指引 再指导一下 不用怕不用怕 这有什么好怕的 用力拉 开始 哎导游这里也是在种菜吗这里 对的 这是我们羊山的一个 也是作为一个景观 只要以那个食书为景 大雨这里是不是讲客家的呢 嗯 是讲客家的 那你是卡嘎妹哦 嗯 那你是卡嘎妹哦 我们的客家话跟那个客家话又不一样 不一样哦 对的 跟广东梅州的 那边也有很大的区别 很大的区别啊 是的 搜尔寺 对的 需要 我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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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山谷中的广场 在这里我们稍作修整 在广场附近 有很多适合青少年游玩的项目 压山这个景点很大 一天时间基本上逛不完 这里有一个大舞台 广场这里就是他们平时用来 举行篝火晚会用的 你看这里有很多木材 木头里面还镶嵌着两台自行车 这一个看起来像是用来榨甘蔗汁的 可以绑一头牛在这里转 形成一个动力 师傅这是什么东西 山茶 山茶 是用来炸油的吗 山茶油 嗯 这一站我们是到了A多森林 这里有一条玻璃栈道 一只非常可爱的甲克虫 我们乘坐观光车来到位于半山腰的玻璃栈道 从空中俯瞰整条玻璃栈道挽油一条白色的长龙 在绿色的枝叶间 玻璃栈道 玻璃栈道横跨在两座山之间 全长有300多米 上下落差最高中俯瞰 天之境无疑是嵌入压山的自然之境 在空间和时间的交织中 展开一幅独特的画卷 抬头是天低头也是天 纯净的道引 踏入就像是走入梦幻之境 在这里湛蓝无边的天空 绵延不绝的山脉 魅力四射的太阳等所有的事物都是对称的 恍惚间这里好像也有另一个自己 压山风景区是一个以生态康阳为主打的景区 也是越野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只是我们这次游玩的时间有限 所以很多重要的景点我们并没有去到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完整体验一次 离开压山我们就回到江西的省会南昌 也是我们这次up主遇见江西之旅的最后一站 滕王阁位于南昌市东河区 地处赣江东岸 是南昌市地标性建筑 豫章古文明之象征 实践于唐永威四年 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地滕王李元英 任江南洪州都督时所建 现存建筑为1985年重建景观 因唐初诗人王博所作滕王阁序而文明于世 与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 并成为江南三大名楼 滕王阁主体建筑高57.5米 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 其下部为象征古城墙的12米高台座 分为两极 台座以上的主格取民三暗期格式 为三层带回廊建筑 内部共有七层 分为三个民层、三个暗层及阁楼 正极吃稳为仿送特质 高3.5米 一座建筑之所以能够出名 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因为建筑本身 而是因为它背后的文化故事 唐上元二年9月初九重阳节 洪州都督严伯宇在滕王阁大宴宾客 原理由其序撰写格序 准备以此向众人炫耀他的文采 凑巧的是 王博远道去交纸探赋 途经洪州 也参与了严伯宇的宴会 严伯宇假装客气 请王博执笔作序 而这位当世才子毫不推辞 顷客之间挥笔成文 开始的时候都督大为不快 离席叹息 等到有人告知家具层出 方转优为喜 自洛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之千古绝聚而出 文金满座 严伯宇也大喜过望 于是生情并茂的腾王阁序 成为了传世名片 游览完腾王阁 我们来到了南昌另一个著名景点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它位于西湖区 街区保留了江西民居建筑的特点 展示了璀璨的江幽文化 再建豫章顾骏的千年风韵 占地面积约5.4万平方米 由历史民居、商业街区、万寿宫三个部分组成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总建筑群共123栋 其中晚清干派民居建筑118栋 特色商业街分为上品街 潮上领地、干卫人家 文创市集、江西礼品、南昌市街等六大特色业态区 南昌万寿宫是我们这次up主遇见江西之旅的最后一站 在此次旅行活动中 我去了很多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 也领略到了江西的雾华天堡 人节地林 雄州雾烈、俊彩新池 它是人文冤手之地 文章结义之邦 在这次旅行中 我也认识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再次来到江西游玩更多的景点 在城市中 《我们的地区》 中文字幕——YK